从木制落地式相机到数码照相机 从油灯到节能灯 从大哥大到智能手机 在山东省济南市淮云区移出面积约400平方米的家庭博物馆内 今年71岁的崔晓森用20余年的时间 将近15000件承载着四代济南人记忆的老物件搬进家庭博物馆 别看这些藏品都是寻常老百姓家的老物件 他们身上却记录了改革开放40年的社会变迁 12月6日记者在这间家庭博物馆内看到 八仙桌 缝纫机 电影机 凤华牌自行车 以及各种粮油票 物资票等年代感十足的老物件 应有尽有 崔晓森告诉记者 他萌生初收藏这些老物件的想法 还得从1994年说起 我是这个1994年10月份 我在整理这些搬家屋的时候 看到了一些大众电影杂志 我就萌生了一个 就是能不能把这些大众电影杂志 把它收集齐了 多收集齐啊 从那以后开始走上了慢慢的收藏之路 这几十年来 这个随着生活条件的变化 板家 一次次的板家 不再把板家屋丢失 送日 我已经把它都留下来 就成了一个 搞了一个完整的 这个收藏的一些东西 从开始收集大众电影杂志 到如今的上万件藏品 崔晓森用一件件承载着年代岁月的老物件 揭露下半个世纪以来的时代变迁 在他的收藏品中 有一组非常引人瞩目的照片 分别是崔晓森在1958年 1986年和2013年拍摄的 从黑白照片到彩色照片 从老式木质相机到手机数码相机 让人直观地感受到科技的发展 崔晓森说 除相机的发展出路外 通讯方式的变化 才真正便捷了人们的生活 我从工作的第一天开始 所有人给我来的信 我都把它收藏起来了 这一户我订到明年一本 这么后 到了90年代 因为有了电话 信订不起来了 没人写信了 我这套通讯工具 也就是从最初的写信 到以后的家庭的固定电话 一起到一代代的大哥大 收集 这个变化的过程 就是科技发展的过程 在崔晓森的藏品中 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父母的遗物 每当打理这些藏品的时候 不免堵物私人 崔晓森感叹道 年轻时他重景未来 中年面对现实 老年开始怀旧 每天都要拿出好多时间来 打理整理博物馆的一些藏品 在整理这些藏品的时候 看到了父亲和母亲 这些用过 尤其是我母亲 用过的这些针线剥落 不风不瓦子的瓦瓦 这些老物件 心里就感到进一步的体会到 配与我们这一代人的不容易 心里非常感慨 确实感觉到过去生活的艰辛 更体会到今天生活的幸福 目前这所博物馆由崔晓森 和他77岁的哥哥打理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逐渐感到力不从心 他下一步打算把博物馆捐出去 让更多人了解 这近半个世纪的变化 我们下期见